喂 聪聪忙忙干嘛去呢 什么 一飞独不天下更新了 等等我 我也去 第417集 此刻的重点不是要不要叫醒纪云开 而是纪云开这是睡得有多死 才会听不到他的开门声 才会到现在还醒不来 这不是他认识的纪云开 虽说有凤奇的药 可纪云开还是很警觉 平时萧九安动作大一步 纪云开就会醒来 今天太奇怪了 不会是病了吧 萧九安脸色微变 顾不得生气 连忙在床头坐下 伸手探了探纪云开的额头 不烫呀 没有发烫 亦不见纪云开露出难受的神色 应该是没病才是 难不成药效会越来越好 按理说应该不会 凤奇说过 药喝多了会没有效果 惊觉事情不对 萧九安伸手推了推纪云开 面色凝重 纪云开 你醒一醒 睡得正香的纪云开 迷迷糊糊糊地睁开眼 借着屋外的余光 看到坐在床头的人 纪云开坐起身 慵懒地唤了一句 萧九安 你怎么了 嗯 纪云开愣了一下 一副迷糊的样子 好像没有听到萧九安的话 就在萧九安预备重复一遍时 就看到纪云开从耳朵里 掏出两团棉花 然后问他 萧九安 你说什么 萧九安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你堵住了耳朵 嗯 怕长 难怪听不到他开门的声音 这女人简直是欠揍 纪云开理所当然地说道 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 拜托 他在房里撒了那么多花香 萧九安回来肯定会发现 为了避免被萧九安吓死 他往自己耳朵里塞两团棉花 怎么了 这不 事实就证明 他的做法十分英明 吵 本王什么时候吵着你了 这女人完全没有为人妻的本分 从来不等她回来睡觉 更不曾服侍她 现在居然还说她吵 简直是恶人先告状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王爷 时间不早了 你要我没事 我先睡了 成功摆了萧九安一道 纪云开无意在这种小事上 跟萧九安起争执 抬手将棉花团塞进耳朵里 纪云开准备继续睡 可刚一动 就被萧九安拉住 等等 王爷 纪云开扫了一眼 萧九安握住她的手 一副不知该拿萧九安怎么办的无力一样 有那么一瞬间 萧九安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任性的小孩 可是有她这么大的孩子吗 简直是胡闹 萧九安摇了摇头 将这个不靠谱的想法甩飞 一脸严肃地倒 屋子里的味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味道 啊 你说屋子里的香味啊 唉 王爷你不是嫌弃我身上的药味吗 我怕药味熏着王爷 所以让人弄了香料 王爷你不喜欢这味道吗 那我明天会新的香味 谁准你在屋内熏香的 萧九安怒急 握着纪云开胳膊的手 不由地加重了力道 纪云开吃痛 眉头不由自主地宁静 王爷 你弄疼我了 你 萧九安一震 到底放轻了力道 可眼中的怒火却没有淡下去 纪云开 你是不是忘了本王的话 这女人居然在他面前装傻 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王爷 我不止房间是得到你的允许的 纪云开半点不惧 眼神精明地看着萧九安 被萧九安这么一闹 他早就没了睡意 本王没有允许你用香 他不相信纪云开 不知他讨厌异味 你也没有说不允许啊 萧九安还真没有说过不允许 熏香这样的话 只是府中的人都知晓 会自觉地遵守 他以前也是 可这并不表示他以后也会如此做 萧九安气急 狠狠地瞪了纪云开一眼 纪云开 本王最欣赏你的就是你实实物 要是连这个优点都没了 你还有什么 萧九安不相信 纪云开不懂 这个女人摆明了是故意的 我还有脸 纪云开理所当然地指了指自己的脸 就凭这张脸 我在哪都能过得很好 女人的美貌是最大的利益 虽然纪云开觉得长相没啥用处 但是旁人觉得有用就好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纪云开微微垂眸 抬头朝萧九安玩耳一笑 展露出诱人的风情 美人一笑天地失色 萧九安一正定定地看着纪云开 眼也不眨 握着纪云开的手 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美人一笑轻人成 再笑轻人骨 此刻的纪云开 完全有轻国轻成的本贱 饶使萧九安也无法不被其诱惑 纪云开健壮 不由地笑了 笑得心酸无比 看样子 这张脸还真的很好用 连自制力惊人的萧九安 也会受诱惑 可见长得好看是有多重要 园主错就错在 把脸毁了 你 萧九安回神 见自己居然被纪云开 美色所获 当即脸色大变 一把抓紧纪云开的胳膊 猛地将人甩开 纪云开不曾想 萧九安会突然使用暴力 被甩得撞在床柱上 吃痛惊呼 可此刻 萧九安却无半死怜惜 他站起身后退数步 冷冷地看着纪云开 语气严厉 纪云开 没有下一次 王爷 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吗 纪云开爬了起来 撩起遮挡容颜的长发 抬头看向萧九安 漂亮的眸子里 满满都是嘲讽 绝色的脸蛋 露出轻蔑的笑 一张脸就足以 让萧九安失态 可见这个男人 也是看脸的 他长了一张好看的脸 还真是占便宜了 纪云开 你可知本王最讨厌什么 萧九安背对着光 哪怕纪云开 将窗子重新糊了 走廊上的光能透进屋内 可此刻也看不清 萧九安脸上的表情 但是 从萧九安周身散发的 冷意可以看出 他此时心情很不好 讨厌什么 纪云开揉了揉 被撞疼的嘴角 嘲讽地看着萧九安 萧九安讨厌什么 与他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萧九安 自己自制力不够 他凭什么对他动手 他脸上有毒 毁了容貌是他的错 现在他的脸好了 一笑能诱惑萧九安 又是他的错了 萧九安 他凭什么把所有的错 都推到他身上 本集播讲完毕 不过也是不是 别急 下集马上就来哦 下集马上就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